救護車將受傷的譚姓老婦送以急救 這起凶殺案發生在內湖環山路一段 37歲的朱姓男子疑似向76歲的譚姓老婦討錢花用不成 竟持刀刺傷老婦 目擊民眾連忙打電話叫救護車將老婦人送以急救 不過最後仍傷重不治 行凶的朱姓男子則當場被警方逮捕 現場發現有譚姓女士身上有多處刀傷 本所及通知救護人員到現場協助救護並送醫 並逮捕犯嫌朱姓男子一名及現場起貨水果刀一把 經初步詢問朱姓男犯案涉案動機 朱姓男表示因缺錢花用然後雙方口角起爭子 而攻擊譚姓女士 全案以現刑犯逮捕戴犯所偵辦並請監視小組至現場監視 警方調查發現朱姓嫌犯與被害的譚姓婦人有親戚關係 朱嫌是死者的外甥 警方將進一步調查釐清事發原因 記者張汽燈台北報導